當這個胃有所謂的胃熱的情形的時候 對於心來說呢 它的心火會被加強起來 然後呢它會變得比較hyperactive 就會有一些躁動的情形 那這時候呢 你心火有出現的時候 當然你的這個精神狀態一定會有影響 你會心煩氣躁 你會有很多的其他的不高興的問題 好 下一個 如果是你影響到肝的情況呢 那你對於肝的疏瀉 我們剛剛講肝組疏瀉對不對 這時候就會出現影響 那肝如果疏瀉不通的話 很多東西都會不是只有你的情緒 我們剛剛講過肝的 所有的機能都會出現問題 另外呢它也跟皮膩有關係 它的皮膩會受損 那皮膩受損會造成所謂的便秘 這就是胃就有造成為什麼有所謂 有時候會有便秘的情況 下一個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肝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土對不對 這時候這個土又第二次出現了 當你皮膩出現問題的時候 因為它本來是要帶動第二個循環 就是肝水要往上 肝水為什麼會往上 因為它會有變成水蒸氣上來 就是變成一種像霧一樣的東西會上來 霧一樣的東西上來是幹嘛 它是要讓那個心火能夠往下降 不要那麼熱不要那麼熱 所以肝水要往上 但是你如果中軸不轉不動的時候 你肝水沒有辦法往上的時候 我心火當然不能往下 然後另外你肝水不能上來的時候呢 你的小便就會出問題 這時候你可能會出現皮尿 或者是夜尿的情形 所以你看我們的孩子 除了他有握動 或者是有專注力的問題 有些ADHD的小孩 他們會有夜尿 或者是尿床的情形 所以這些都是有一定的基準在運作的 OK 下一張 好 你看這個圖 就是 當初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把它做出來 就是說 當你有這個未熱的情況的時候 你可能會出現這個 這個心火 上腦的情形 就是 然後另外肝風會內動 然後呢 皮陰受損 肾氣會不顧 這幾種情況呢 都是因為我們 胃熱所發生的一個現象 那為什麼會這個現象 就是跟我們所謂的圓運動的關係 那另外呢 我不要講這個胃熱 你們可不要想說 好吧 那既然都是胃熱的問題 那我就給他喝一點涼的東西 我多吃一點涼的東西 那這個胃熱就好了 這不是很簡單嗎 今天真醫師教我 不要這樣想 他之所以會胃熱 是因為他有一個 這個胃不能 胃的降 要煮降的這個降氣 沒有辦法降的時候 就會造成胃熱 所以呢 你要處理的是這個 我們中醫講的是 像火不降的問題 就是這個 這個 descending的 這個降的氣 沒有辦法降下來 你要想辦法降氣 讓它下來的時候 它就沒有胃熱的問題了 所以千萬不要去處理說 我就直接給他 加一點這個 涼的藥進去就好了 那這樣會造成什麼樣 因為你的涼的藥 不是只有吃在胃上面 你的皮是不是也會受損 對不對 你的腎也會受損 你的心也會受損 那就整個就完蛋了 所以中醫治療 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這樣就太簡單了 誰都可以這樣子 用個涼藥就處理了 OK 下一張 一樣就是這個圖 所以呢 我們看到這個圖 其實是對我們中醫來說 很重要的圖 我也覺得 我們現代的中醫師 這個幾乎可以把它擺在那邊 當作是聖經 或者是放在你家的臥室 不是擺你們的結婚照 而是擺這個 因為呢 這件事情影響的非常大 我這次來美國 也是用原運動的概念 處理我的身體 所以我到現在沒有時差 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台灣去了 但是這六天以來 我該睡的時候睡 該醒的時候醒 為什麼 就是這個原運動處理好了 對不對 所以只要你原運動處理好了 你的ADHD 你的過動症 你的糖尿病 你的高血壓 都可以處理好 問題在原運動 好 這是我一直強調的 下一張 好 我們再看到這張圖 我們這樣的小孩 叫做ADHD 叫做自閉症 我叫他們叫做頭腦近視 什麼意思叫頭腦近視 頭腦近視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有會熱 這個肚子有個熱鍋的時候 我的頭上面所有的感官 都出現問題 就像我今天近視我戴眼鏡 我的焦距不對 我只要調整我的焦距 我就看得清楚各位 我就看得清楚答案 我就可以寫得清楚答案 所以ADHD 沒什麼了不起 Altizen也沒什麼了不起 只要你把它的問題處理好了 他就回到正常了 你說鄭醫師你在說什麼玩笑話 我要分享幾個我治療Altizen的Case 因為Altizen比較難事 自閉症比較難事 那我治療的第一個Case 是一個我那時候在台東的時候 他在屏東 那他大概每兩個禮拜來給我看一次 是一個小男生 那這個孩子 大家都知道自閉根本不理你啊 誰會理你對不對 然後呢第一次我就跟他說 某某某跟阿姨再見 他當然不理我 這個我就覺得不傷心嘛 然後第三次就是一個半月以後 我說某某某再見 他看著我說再見 眼睛看著我說再見 我真的覺得眼淚快掉下來 我沒有騙你們 我到現在還覺得很感動 而且呢我覺得比送我金子還感動 你知道嗎 所以呢為什麼這樣 就是說呢 他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爸爸說好奇怪 他在家裡可以幫忙掃地 你叫他做什麼 他可以follow的去做 可是變得很過鬥 那我就在想 唉唷不對啊 開始稍頭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治療的方針沒有錯啊 怎麼他變得比較過鬥呢 後來我想清楚了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光譜 什麼光譜 正常人有過鬥的體質 當他很嚴重 就到過鬥這一塊 那過鬥很嚴重 就到自閉症這一塊 所以當自閉症治療比較好的時候 其實他是到過鬥這一塊 所以這個意思是他有好轉 過鬥再變成正常 我們所謂的正常人 是指說 我們可以正常跟人家交友 我們可以正常上課 正常工作 但是所謂的正常人 多多少少有一點過鬥的體質 對不對 然後呢 像今天各位做時間做多久 還能做得住 大家都好像不太過鬥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呢 我們都有一點但是不嚴重 那今天治癖兒 治療比較好會到過鬥 這是我第一個case 之後我就有感覺了 然後呢 後來我最近有個case 就是我從台灣過來之前的一個個案 我現在在高雄開業 他從台東過來給我看 他們一家過來都是我的病人 然後那個小病人是一個 治癖症 包括有點Done syndrome的味道 有點唐室兒的味道 所以這個case我會覺得很難醫 我心裡想半年一年可能跑不掉 然後大概一兩個月以後 也是一兩個月以後 這個孩子來了 他說話會有說出來些音 沒有那麼準但是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呢 可是很過鬥 就在我門桌外面這樣跑 以前來我這邊都是坐在椅子上的 然後就在那邊幫我幹嘛 然後現在呢他會這樣跑來跑去 我就問他媽媽說是不是有比較好 他說有啊 他能夠比較好像比較能夠 好像整個耳朵什麼都開了 就是對世界比較好奇這樣 然後就很過鬥 然後我就說有比較過鬥 他說對 我說這是好現象 簡單來說呢 所有的這個 所謂的自閉症啊 亞斯伯格症啊 這些人都是一個在一個光谷上 因為我有做一個評估表 等一下我會給大家分享 就是呢 這個評估表一做了之後呢 所有亞斯伯格症 自閉兒或是NHD的孩子 都是在味熱這個地方呈現很高的分數 那所以呢我們就知道說其實他們是一個group 只是不同可能就是說兄弟姐妹這樣而已 但是其實他們是同一個體質大同小異的問題 那問題都出在哪裡 我們剛剛講 always都是那個圓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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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脾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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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想脾胃就對了 那麼簡單不難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今天出去每個都是專家了 出去都跟人家說圓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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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跟人家解釋 OK下一個 好你說這意思你講這些都是自己在紙上談兵吧 因為我今天只跟大家分享所謂的古籍研究 我並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我第二次第二年做的實證醫學研究 也就是我自己發展一個問卷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書 那個書裡面有問卷 然後呢那個書裡面的問卷其實就是我自己發展出來的 左邊是DSM4R 西醫的診斷標準 右邊是我自己因為 Schooling這些東西出來的所謂的胃熱 脾氣虛 肝功內動 盛氣不顧 然後去找他的分數 我們當初發出去兩萬份問卷 回收一萬兩千多份 那個統計數字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做下的統計數字 發現胃熱超過四分 就會跟ADHD的診斷是有95%的correlation 所以其實這個觀念性是很大的 那你說曾醫師 你剛講古籍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你根本就是那個古書上 中國人那個古書 中醫根本講的都是胡說八道 那我就要介紹你一本書 這個可是外國人寫的 這個人呢是1988年 他就說人呢這個是the second brand 你們如果從亞馬遜或者是其他的google 可能會google出來 這個書美國也有在賣 the second brand的意思就是說 人有第二個大腦叫做胃 那這個胃呢其實它有超過 這個是多少啊 反正一億的neuron ok 然後呢大部分呢我們的情緒 其實是應該是我們的腸胃影響的 ok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個表嗎 說我們這個心跟喜 然後呢什麼肝跟怒 有很多的情緒 都是我們的脏腹影響的 那另外就是說呢這個呢 我們這個腸胃道的這個神經系統呢 是